前世贪心又吝啬 今生贫穷 在佛教里面有个故事 以前有个有钱人 但是他赚很多钱给他的儿女 但是他不愿意帮助贫穷人 甚至看不起乞丐 乞丐来他叫人家赶走 后来他死了以后 他去投胎在乞丐村 然后他妈妈 他妈妈眼睛又看不见 但是他妈妈虽然眼睛看不见 做个乞丐 每次出去做乞丐都有东西 人家都会同情他 自从他妈妈这个乞丐妈妈 怀孕以后 没人给他东西吃 他只能去捡那些垃圾大便吃 他自己也知道 一定我怀孕这个小孩 是个坏小孩 让我变成这样 后来妈妈还是妈妈 小孩生下来了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去做乞丐都没人给他东西 抱着小孩也不给他东西 后来等那小孩子能走路了 稍微大了 他就跟小孩子说 我忍受你很久了 你就自己去吧 自己离开我吧 他妈妈自从把他聊天 然后又拿东西又拿得到 所以各位 这个意思是说 一个有钱人不布施 又骂乞丐 所以投胎你就投胎在乞丐村 然后你去 你害到你妈妈什么都没有 后来这个小孩子 到处做乞丐 人家不给他 然后他走回他前一辈子的家 人家还不知道 结果前一辈子 他的儿子不知道 那个时候他爸爸来投胎 拿着石头就打他 然后竹子就把他赶出去 那个时候舍利佛慈悲啊 有神通啊 就跑来跟这个有钱人说 哎哟 你不知道那个小孩子是谁 那个是你爸爸 结果那个有钱人说 师父啊 你不能骗我啊 怎么可能我爸爸这么有钱 会骗乞丐呢 舍利佛说 你爸爸不太有钱 连你都骗 他后花园还藏了三个黄金 没跟你说 你不信吗 你叫那个小孩子去找 找得出来 真的是你爸爸 那个小朋友 那时候那舍利佛跟他讲 他还真的知道了 跑到后花园就挖 他自己藏的 你儿子都不讲 所以那个时候他儿子 啊 惭愧啊 我爸爸怎么变成这样 所以舍利佛才说 因为你爸爸 你看不布施 骂乞丐 伤害乞丐 这辈子脱胎 这乞丐村 连他妈妈都害了 所以他们全家就信佛了 然后呢 就把这个小孩子接来住 甚至把那乞丐 妈妈也接来住 所以我想 这个贪心又吝啬 所以就会变成 所以你这辈子很穷 但是你觉得过得很自在 就代表说 你对你来讲穷没什么 你这辈子很穷 但是你很痛苦 很恨很穷 因为你上辈子有钱 不布施 所以你就会耿耿于怀 心态上会变成这样 你这辈子长得不英俊 然后你就会觉得没什么 然后你这辈子长得不好看 结果你耿耿于怀 代表你上辈子长得很漂亮 结果很骄傲 所以你那个心态不能接受 所以如果为了要有钱 各位啊 现在科技很发达 网络一打开 各种世界各地的慈善机关很多 你可以随缘布施 而且布施以后 功德又回向给法界众生 那功德更大 所以不要贪心吝啬